大家好,我是小彤 中秋节就要到了 今天介绍我最喜欢的 也是今年最流行的 流心月饼给大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流心月饼是近年的爆品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制作包括三个部分 酥爽的外皮 香甜适中的中馅 最后是浓香四溢的流心馅料 吃一口超级满足 喜欢,请点赞和订阅哟 做流心月饼的原料比较多 其中的生咸鸭蛋黄 即食粉,即利丁粉 不太常用,要去中国超市买 先来做鸭蛋黄 生的咸鸭蛋黄是半凝固的 直接取出来即可 喷上些酒 把它们烤熟,蒸也可以 烤制的味道更浓郁 烤好后把蛋黄搅碎 漂亮的金黄色 喜欢细腻口感的 再过一下筛子 下面开始做流心馅 把准备好的材料 除了几粒丁粉 放入锅中混合 小火加热 几粒丁粉加入少量的水 融化后倒入锅中 搅拌均匀即可 做好的流心馅 要放在冰箱里冷冻四个小时 用模具最好了 如果没有 就直接放在容器中冷冻 然后开始做奶黄中馅 各种材料称好重 除了黄油和鸭蛋黄 其他的放入大碗中 搅拌均匀 黄油和鸭蛋黄放入锅中 小火加热 再倒入混合蛋液 边加热边搅拌 拌凝固状即可 我喜欢中馅不要太硬了 这样包的时候太不方便 但是好吃 做好的中馅 放入容器中冰箱冷藏 好了 我们要来做月饼皮了 各种材料称好重后 把化开的黄油和糖 搅拌混合 再加入淡奶油和鸡蛋 用搅拌器搅拌两分钟 加入低筋粉和即食粉 用刮刀搅拌成形即可 饼皮要放在冰箱冷藏哟 最好第二天再接着做吧 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好了 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要把馅料和饼皮 按照重量分好份 把中馅和流星馅料包好 再包上饼皮 放入月饼压磨中 很方便就是一个 再放入冰箱中 冷冻一个小时 预热烤箱 取出冷冻的月饼 放入烤盘中 月饼表面喷上水 防止它干裂 先烤制八分钟 八分钟后取出来 刷上蛋黄水 再烤制六分钟 再刷一遍 最后烤制六分钟 香喷喷的月饼就做好了 外皮酥爽 中馅香甜 流星思逸 吃起来呀 超级爽内 好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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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